如果鼠蛇人有这些疾病,证明你前世造孽,今生需要多积善德,古人言善恶有报,因果不虚。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命里也遵循着天道轮回的法则。 鼠蛇之人,生性精明,具备洞察力,常能窥见人性深处的隐秘,燃其于因果之道,一逃不过造化的安排。 一经六十四卦中,有闲卦之意,乃心灵相感相应之相,亦有悔恨之相。 若鼠蛇人一生因疾病缠身,不妨思索是否因前世所造之孽,今生而得报。 闲卦乃上卦队,下卦根,代表人心的感应,凡事皆由心而生。 鼠蛇人若感应到内心不安,身体诛病,或许正是因果显现,须加以修行积德,以消此报应。 鼠蛇人有些天性多疑,欲望强烈,甚至执念深重。 这种特质使他们容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从而结下恶缘。 疾病缠身,有时并非只因气血不足,饮食不当等生理原因,而是灵魂深处所带来的业力因果。 正所谓心有业障,身险疾患,心地纯善,则免去诸多祸患。 鼠蛇之人若能明误这些道理,便可借今生修善积德,化解过去的业障,使得来生康健如意。 鼠蛇人若年少时,便患有眼疾或视力问题,或是频繁遭遇眼部疾病,这种情况或许与其前世相关。 眼睛乃心灵之疮,而前世若为窥探他人隐私,刺激取利者,往往会累积眼部的业障。 今生以眼疾之苦来承受这种果报,正应验了因果报应的循环。 若今生鼠蛇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便应当在生活中多行善事,以清静之心观他人之善行,不以恶意妄加揣测他人之意念。 如此一来,便能逐渐化解前世所结的恶缘,得以减轻病痛。 再,一经,终有古挂之意,古者,有病之下。 鼠蛇人若身患久治不遇之疾病,身体虚弱,长眠气血不足,正如鼓虫侵蚀般,逐渐削弱其精气神。 鼓挂意志纠正和净化,鼠蛇人若遭此苦难,则需以修心修德来排除体内的鼓毒。 病由心生,心若不静,则鼓障更深。 鼠蛇人应修习仁爱之道,尽量减少自私自利的行为,以慈悲心待人,力求在生活中修正自我,弥补前世之恶。 如此,方能慢慢化解古毒,恢复身体的健康。 鼠蛇人若患有咽喉之急,常年不遇,这或与前世口业相关。 所谓口业,即言语不慎,以言伤人。 鼠蛇人因天性精明善辩,前世若利用口才去操控他人,甚至以口舌之力而重伤他人,则今生便会因咽喉疾病受苦。 咽喉乃气之所通,气为道。 鼠蛇人若能在今生意识到言语之力,便当多用口舌为他人造福。 可以在生活中多加赞美他人,少议论他人之过事。 如此行善积德,便可逐渐化解咽喉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恢复言行的自在。 鼠蛇人若患有胃肠之急,消化不良,或是容易脾胃虚寒,则或许是因前世贪念所累。 胃肠乃吸收之气,若前世多贪图物质享受,或为他人设计谋取利益而多多敛财, 便会在今生积累胃肠之病,无法顺畅消化体内的食物。 鼠蛇人应学会节育之足,以感恩之心,对待现有的财富和生活条件,不再为的更多而造恶。 如此一来,便可渐渐消除贪念,令身体恢复自然之健康。 在身体的各项疾病中,有些鼠蛇人或会罹患头部或精神方面的疾病,如偏头痛、神经衰弱等。 这或许与前世所积的心结、执念有关,鼠蛇人心思敏锐,往往思虑过度, 前世若曾过分执着于某些事物,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则今生便可能因这些业障而产生精神上的负担。 一经有更挂之相,更挂为止,有停止之意。 鼠蛇人若能在今生学会放下执念,不再纠结于得失,则能够逐渐化解这些精神上的疾病。 佛家常言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鼠蛇人若能明白这些疾病与前世因果的关联,便应当放下过去的执着, 不再为今生所遭遇的苦难而怨天尤人。 每当感到身心疾病缠身,便可以此为警醒,提醒自己多行善事,减轻业障。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多参加公益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 少造恶言,少积怨恨,让心灵逐渐清静。 如此,既能化解今生之病,又能为来世积累福报, 使自己走向更光明的命运之路。 鼠蛇人之所以会在今生遭遇这些病痛, 或许正是为了提醒他们在前世的过失中觉醒, 从而能够通过善行和慈悲的力量来弥补过往。 若今生鼠蛇人能意识到这些因果关系, 并用一颗慈悲之心对待生活中的一切, 便能逐渐减轻病痛, 让身心得到真正的安宁与健康。 这种心灵的转变, 不仅是对前世业障的修正, 更是一种灵魂的净化, 使得鼠蛇人能够在因果循环中获得新的觉悟。 心地善良,心怀慈悲, 是鼠蛇人今生走向光明的根本途径。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道是时来风送腾王阁运去雷轰见福杯。 你运气好, 那你自然能够顺风顺水地去到腾王阁。 反之, 如果你运气不好, 那你很有可能会越混越倒霉, 哪怕临摹见福杯都会无功而返。 其实, 无论我们想做什么事, 希望成就什么事业, 都需要依靠一定的运气。 很多人会说, 运气这东西特别虚无缥缈, 靠不住。 尽管如此, 可运气好的人比运气不好的人, 基本少奋斗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 一个年轻人, 你刚出去工作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帮扶你的贵人, 而且碰到了比较好的项目。 那你就算在项目里面打砸, 你也受益匪浅。 可是, 如果你好几年来都碰不到一个好项目, 那你就算能力再出众, 也毫无用武之地。 所谓识来天地皆同力, 与运气英雄不自由。 当时机到来的那一刻, 天地万物都跟你一起合力。 反之, 当时机远去之后, 哪怕你再有本事, 也都只能独自伤怀罢了。 人若好命, 十年好运。 其实, 能够有十年好运的人, 往往是这些人。 第一类人, 先苦后甜之人。 在人世间, 我们只有三个选择, 要么先苦后甜, 要么先甜后苦, 要么一辈子都苦。 所谓不如意识十之八九, 这世上不存在一直走运的人, 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不可能一辈子顺风顺水。 当然, 总有一些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一辈子都走好运。 这些人, 我们就没必要分析了。 因为总有一些天选之子, 让人难以忘其项背。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最好选择成为 先苦后甜的人。 你早年吃过苦, 经历过艰难困苦, 而且有所感悟, 那你的未来就足以胜人一筹。 在儒家学说里面, 总有这么一个观点, 大器晚成。 真正有本事, 且有能力的人, 往往要到后期, 才能有所成就。 也就是这种晚成之人, 他们往往出身寒门, 没有什么背景, 仅仅靠自己的努力, 以及抓住了运气, 而扶摇直上。 所以说, 做个先苦后甜的人, 你的积累会让你拥有十年以上的好运。 第二类人, 懂得踩点时机的人, 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 就是一种机遇。 你能把握住机遇, 你能把握住机遇, 那你干一年, 好过别人干十年。 可是, 你把握不住机会, 那你就算干二十年, 也还是一无所得。 圈中有这么一位高中校长, 他一谈到自己, 便唏嘘感叹。 还未当校长之前, 他到山村支教了好几年。 回了来之后, 他平步青云, 也就上去了, 调到了一所重点高中当校长。 他在那所重点高中待了接近八年的时间, 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考得上清华北大。 没办法, 在第八年的时候, 他就被调到更差的学校去了。 可是, 新校长来了不到一年, 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就出现了。 所以, 他经常跟我感慨, 如果他晚掉走一年, 那这份荣誉, 其实就能属于他了。 只不过, 他的运气还是差了一点。 这说明了什么? 一个人, 如果他无法精准踩点时机, 那他也就只能唏嘘感叹了。 因为时机, 属于每个人, 而把握时机的运气以及能力, 就要看自己了。 第三类人, 遇到贵人扶持的人。 张先生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越做越心赛, 因为他没有背景, 也没有人帮扶他。 所以, 他只能越活越卑微。 过了几年之后, 他刚好赚够了一桶金的钱, 也刚好被人辞退。 因此, 他只能选择创业。 只不过, 在创业的过程中, 他却特别好运, 遇到了一位赏识他的前辈。 因此, 他和前辈达成了协议, 从而开启了飞速般的人生。 在他四十岁那年, 他已经赚了上千万的身家了。 就是十年来的财富积累,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改变。 有些朋友或者以往的工友都特别好奇, 张先生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为什么他能赚到上千万的身家呢? 真的令人感慨。 其实, 这需要看运气。 比如, 你被某位大老板看重, 那你就算是普通人, 也有起飞的机会。 第四类人, 隐忍变通之人。 在你看来, 一个人是否会一直走运呢? 同时, 一个人是否会一直倒霉呢? 一切只能用三个字概括, 那就是很难说。 有些人一直走运, 不过这些人很少, 我们也没必要与之比较。 而一直倒霉的人, 那就特别多了。 要么是因为时机没遇上, 要么是因为他们在做人的策略上出现了问题。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 其实运气一般跟普通人差不多。 尤其在讨伐太平军的前期, 他做人过分死板, 得罪了同僚。 因此, 同僚给他使绊子, 让他屡次兵败, 甚至跳河自杀。 可是, 在回家奔丧之后, 曾国藩想通了一点, 做人不能过分守旧以及死板, 而是要懂得变通, 也懂得隐忍。 因此, 他在人到中年之后, 学到了外缘内方的本事。 慢慢地, 他不仅收获了人脉, 也收获了巨大的威势。 最后, 屏步青云, 成为了晚清明尘里面首屈一指的人物。 其实, 早年运气不好, 问题不大, 那我们不妨成为隐忍且懂得变通的人。 你的隐忍, 你的变通, 会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刻, 时来运转。 好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订阅生肖十二频道,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